又是三不方情緒 顛國車手查維斯 就奪得選拔賽的第一名 他將會在正式比賽排頭位出賽 林子豐報導 比賽一開始 排頭位起步的查維斯 就保不住辛苦得回來的龍頭位 被大二位的艾斯瑪過頭 被長逗十個圈的選拔賽 用來決定正式比賽的排位格 有一道浦徑灣 已經有三部戰車撞完一堆 結果大會出動安全車 一帶就帶到第四個圈 換句話說比賽已經接近進行了一半 安全車一離開搞到 艾斯瑪脫開查維斯 不過位置就不是很久 原因是英國車手查維斯越戰越勇 第六個圈機會來了 大直路過艾斯瑪 上回原本屬於他的領先位置 全場比賽只可以用混亂來形容 意外也接而連心 對車手和車迷來說 應該也覺得不夠厚了 厚金堡和潘奴善娜 在東方灣成為撞車主角 或者潘奴善娜 背負的名氣壓力實在太大 很多時都以這個方式收場 到了第八個圈 芬蘭車手梅斯杜倫 在漢台大直路 泊在路中心 紅旗又出現了 賽會考慮到安全問題 最後更決定在這個時候終止比賽 英國車手查維斯 結果贏得選筆賽第一名 總成績是20分35秒911 星期日上演的正式比賽 他將會排頭位起步 好